虽然第一段婚姻失败了 但马大哥说自己还是很期待爱情的 为了能够保持自己的容颜更青春 好能寻到良缘 这马大哥没少在自己的脸上投入 去法律文的 对 我那我使都使啥 我使不尿素玩的 人间你看看我人间里头 关键是就这个我都没有 这个法律文的这个体 大哥说送我来 看 看回上来 这个是英文的都是 不尿素玩的这个是 嗯 这都是好玩啊 我这些东西看 这个是干什么的 这也是抹脸的 对 要用的这个 这都好玩啊 蓝婷 这个是什么啊 蓝婷 这是书 对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保养比例一样 电视上看来的 电视上看的 对 人家你这么大村人都不保养啊 你这老子你自己 咋地也对得起人呢 咋到你厨艺 马大哥说 人活一张脸 出去之后啊 必须要对得起观众 也要让未来的另一半有面 那马大哥想找个啥样的另一半呢 只要你说人好没啥脾气的 嗯 有这你能商量的 有话直接说的就行了 这边我们认识了会厨艺爱保养寻良缘的马大哥 那边啊 我们再认识一位有个性不一般的杨大姐 比较走实 然后也是比较凌乱啊 我给各位准备了鞋套就免得那个什么 哎呀 你这这个真真周到啊 想着我们脱鞋了是吗 我一般都是习惯这样 免得人就是麻烦 杨红义短婚未育57岁 退休金3000多 住房面积40平米 大哥说啊 对杨大姐短婚未育这一点很相忠 因为这样没有负担 而后红娘也把马大哥的资料 跟杨大姐嘈咕了一下 杨大姐说啊 可以跟马大哥见面聊聊看 这个是马华 你好你好 然后这个是杨红义 嗯 杨姐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 大哥的 好 你给介绍介绍你这个 走吧上楼吧 这两个上楼吧 这两个刚一见面呀 场面并不是很热乎 这领杨大姐往家走的路上啊 这马大哥也是自己在前面 自顾自的走 那进家然后 这两个会不会迅速的熟络起来呢 你带着大姐参观一下 你就不会介绍介绍给 就一看两锅石 嗯 飞行间厨房 嗯 就这么点玩 这么点玩啊 嗯 看 看我去看 对对对 快去 走来 走来我看看 你用这里我来看一下 好 好 好 你看一个人单身 这出去的话挺感情吧 是 是不是啊 是 还挺板的 是不是啊 嗯 一般 一般 除了一般呢 还有没有别的感觉 什么 就是一般 真的 太一般了 太一般了 首先发言打破了此刻的尴尬局面 家环境反对这种环境 我有一个儿子 结婚了 结婚了 嗯 在城市大学工作 嗯 儿子也不不管 人家就不惯我就不做了 嗯 而且我也是个大学老师 嗯 嗯 嗯 就这么一起过上家 嗯 大姐 嗯 天呐呢 就是 就是 气氛好尴尬 嗯 尴尬